今天是11月19日 姐姐往生前的第三天 这一天双城家乡的莲友们来看望姐姐 姐姐非常开心 姐姐1954年离开家乡 58年没有回去过 她不疲不倦 精神饱满 声音洪亮 和家乡莲友唠了近十个小时 欢迎家乡的莲友光临到场 阿弥陀佛 我也是双城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稍等你让我起来 主角在身场 今天家乡的莲友来了 今天阿弥陀佛就要我表演着 给家乡的莲友看看我现在的状态 可是一会我讲话的时候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今天是主角上场 其实吧我不是主角 我吧是 大家都是我的老师 我是大家的学生 学生今天在向老师汇报了 我吧先表演表演 让那个老师给我评价评价 我看我喝不喝 放命 喝喝 你们别看我这样 别看我身体 加油 阿弥陀佛 佛 我现在一点痛苦也没有 阿弥陀佛 春天发起空了 阿弥陀佛 我一天可惊人了 我一天就这么一天天 就这么坐着 可以说了 十十天到了 我这个家乡的新年都来了 错点消息 我早都坐上景当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 大家团聚一堂 实际现在 咱们都在七宝宫边 咱们都在莲花之上 咱们有形的众生 是这么多 那个无形的朋友 没法计算 祝佛菩萨 天龙八雾 龙天护法善神 现在都在都在 早都已经来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也是个 连迟海会 那个阿弥陀佛 老慈父 只不过通过我这嘴 现在吧 他也在 那个 发 讲究说法 连迟海会的法会 没有结束 正在进行 正在开始进行 阿弥陀佛 下边吧 就是咱们今天 因为我家乡的老乡都来了 那个 一部说老乡见老乡 太近了 是不是 我那个 五四年 那个 我爸在东安上班以后 我爸五二年来的 我们家五四年班的 就一直到现在 除了这么多年了 实际 我对家乡也肯定了 但是 就是说的 我那就是说的 一切吧 就是 从出生到现在 我一切吧 那时候不知道 就佛的安排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实际 现在我知道的 都是佛的安排 我妹妹在别上不说了吗 我爱哭 但是我自己也找不出爱哭的原因 爱哭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吧 我知道了 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老哭 我不愿意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 那就是说 现在我明白了 我为什么又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因为佛福射赔我的使命 让我来吧 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 让大家都回家 所以今天咱们没外人 我平房市里这些人有 那个崔大姐是市里的 我们这些都是我附近的伙伙伙伙伙伙伙 就是那个 没有别人 那个 都是自己家人 随便聊 随便说 咱们吧 不具于形式 咱们吧 就是画画掐条 下边吧 就是说 大家 那个就是 需要有什么 对我的嘱咐 大家就开诚不公的了 是吧 就谈一谈 我呢 就是说的 一定满大家的愿 让大家高高兴兴地现在聚会在一起 也让大家讲来高高兴兴地回咱们本友的故乡 下边就是随意随意 我平常不会说什么 我没有我妹妹那个口才 她是老师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我一天上班就知道干活 要让我说点什么 可难为死我了 您在试法 刘老师在红法 今天咱们不谈我的过去 咱们现在吧 就是画在当下 因为现在是最最关键的时刻 其他的吧 就暂时的放下 咱们就画在当下 大家随便谈 这屋子吧 比较窄吧 你看我家乡的人来了 第一次到我这个小地方来 还得站着 辛苦你们了 辛苦你们了 您老人家平时都看些什么经书呢 我爸看的经书比较少 我那就是《无量寿经》《大经节》 《六百节》我看完了 《广经》《黄阳万》 我看了一遍 完了是接着我看的《大经科度》 现在《大经科度》吧 我没看完 看了这几个经以后 看了这些光点以后 我多了我记不住 我就记住了两个字 换心 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换心 听话 我爸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 从小我妈妈要求我非常严格 她对我妹妹宽恕 我爸也得感恩妈妈 忧郁妈妈的严格教会 所以我从小就听话 到现在我也听话 由于我听话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没有其他的 心里没有其他的网练 就是佛菩萨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所以现在吧 就是佛菩萨给我 一切交给佛菩萨 一切交给佛菩萨 哎呀 太好了 太自由了 阿弥陀佛 活得潇洒 走得潇洒 就是放下万元一新的佛 刚才我不是说 混血是吗 把新的 血拉拉杂杂的那些垃圾 全清出去 怎么清出去 装阿弥陀佛 四字恒鸣 把那垃圾都挤出去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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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四 去除夕 不是开堂到什么开市 大家不随便 我和自一生当中 就是说的听话 就是思想简单 不会分析问题 别人说啥我也听不懂 那时候就没学会之前 我就大脑吧 没有东西 别人说啥我也记不住 我也不外心里去 我这个人一生吧 我外甥女儿 有一句话说我 他说我大姨就像一个面团 捏圆是圆 捏脸是脸 我外甥女儿和我爸 没有就那一个姑娘吗 一个儿子吗 那姑娘和我爸最偷远 我有啥事 愿意和大姨说 我最疑惑 也生不起来 那个仇恨的心 无论吧 就是说的 毁谤我 污辱我 我爸就是 可怜人家 完了吧 哎 哎 那个 不 没有车恨心 没有那恨心 另外这一生当中 我不会算尹 什么事儿 别人说什么 就是我 听过就完事儿 实际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这个缩佛世界解释年了 就是堪堪可可的 大家吧 都能遇到 是不是啊 所以就无论遇到逆境 即因这个瞬境 当然咱们 这个可可姑娘的假的 就是 有时候也有想不通的时候 我呢 就是说的 银 我妈记忆跟我说一句话 银要良心症 要是 清清白白 本本分分的做银 我爸就本着妈这个宗旨 所以吧 就是 尤其我学活以后吧 我遇到什么困惑的事情 那个佛菩萨吧 就点话我 怎么点话我 他就用那个 寄送的方式 点话我 我身边 跟前没有别人吧 他就用这种方法 来点话我 毅力很深 但是说的非常浅显 我看到了这首寄送 我就能明白怎么回事 我该怎么做了 所以吧 就是 我为了报佛恩 怎么报 我就在这个说佛世界 咱们自己 还救不了自己呢 人家更常到报佛恩了 真正报佛恩怎么报 咱们只有自己 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那个本领了 到极乐世界 咱就报佛恩了 阿弥陀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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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邻居 对丈夫 对佛恩 几乎是对所有的一切 包括动物 这几位猫菩萨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留意行动不方便 可是床上 还有两只猫菩萨 真的就是像孩子一样 依偎在刘毅身边 以前 刘毅的一些事迹 我听刘老师讲法的时候 听到一些 听其他佛友介绍一些 跟刘毅聊天的时候 听刘毅讲述一些 让我感到客不明显的是 刘毅的慈悲 我觉得 刘毅今天 没有修学这么大的成就 从刘毅的慈悲 我们就能体会到 前段时间 我们家这位同学 在 在修学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障碍 他自身 遇到一些问题 刘毅看到 我家这位同学 就是在 他那种 比较痛苦 比较遭受 折磨的那种形象 刘毅这么两天呢 我到家来的时候 刘毅 刘毅的时候 我恨不得 我自己替你遭受这些痛苦 我们 我们 来到刘毅的时候 总是不愿意走 他回家跟我说 咱家有 这样一位老人都好 我真愿意 这样 就是 伺候他 每次来的时候 我的爱人 也可以说是同修 因为我俩都是学佛 他就不愿意走 都是我不想 就是 站着刘毅太多的时间 让刘毅 有时坐着 怕影响刘毅休息 我都是按着他 或者刘毅在他 离开 今天 想到刘毅 很开心 往西方极乐世界 我真是又高兴又舍不得 高兴的是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位真正认识的佛 舍不得的是 但是 当然 我们 生活 或者修学路上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 无法 面对面的 见见老人家 但是我相信 面对老人家 一定会 在我们的身边 在每一位佛有的身边 我就说这么多 阿弥陀佛 六一十四都在两个身边 虽然这个甲壳 就脱掉了 六一幻医生 更美妙的医生 六一随时都在你们的身边 就是有困难的时候 自然的就化解了 阿弥陀佛 我这些老师老夸她的学生 我希望我所有的老师 多给学生提点不足之处 谢谢 谢谢 我这一次吧 这么表伐 就是吧 呀你们现在众生不执着吗 就找这个像吗 其实佛是无像的 就找这个像 所以吧 就是给你们这个像 看一看 到时候吧 也挺细腹口腹 昨天送来吧 她一盘光盘呢 她那个老婆说往生 三十四天没吃没喝 就是红光满面 那个 就不必脸蛋都睁睁着 就像那个人胖 都睁着着 那嘴唇吧 就像擦口红的似 透红透红的 三十四天没吃没喝 那个佛友就这么换了她胳膊 那个 跟大家 欢迎大家佛友来 给你送行了 你就这么欢迎欢迎 就拽着她这个胳膊 透点消息 说吧 说吧 小宋就跟我妹妹说了 说对吧 那个 哎呀 我那个宋往生啊 送这么多位那个 那个 往生的人 哎呀 这位往生 这个老人非常殊胜 她可能就跟我妹妹说着 行用这事吧 对 三十四天没吃没喝 最后红光满面 可能她就按 她就说吧 那个 我妹妹孙口就说了 说对吧 你现在的任务吧 陆续的就在 连 就是连接上了 陆续的就在进行了 最后她说一句什么玩意呢 还有比那叔叔的 他那边就心感要大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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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刚才我这个家乡的连友来了 我为什么躺那么起来 从银时间来讲 你看这老人家不礼貌 我们这么老远的来 你看她躺那块不起来 其实我就让家乡的连友 看看我的实际状况 我现在身体活动的状况 然后 我的所作所为 讲来 哎呀 他们 像就是在度众生当中 她有事实说话 哎 她能说服人 我现在吧 就是这个 原来我吧 我不说我是一棵无名的小草吧 我从大字眼中来 我爸悄悄地回回大字眼中去 现在阿弥陀佛 这老人家 给我这么个特殊印的物 要我这么表法 我爸一定不能 辜负佛陀的期望 我一定表好这个法 现在没法众生 你着这个像 你往生之后 你什么来记得 什么类像 眼睛爸说 那我没看着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换问号 我呢 现在呢 生动活虎的 我就做到这样的 和大家吧 就是面对面的 闹嗑 讲话 是吧 我活生生地 做到这块 我怎么表法 我竟用寄送 从现在开始 不许给我寄送 那不是我 我只不过 起个记录员的左右 把这个寄送 记录下来 等我往生以后 要你们拿我的寄送 在我这个 没往生之前 现在就这么 面对大家 这个实际的 这个场面 然后我往生之后 前前后后的 各种的 情况 你们一对 为阿弥陀佛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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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节 成就了 极乐世界 我现在为阿弥陀佛 做正转 他五节修成了阿弥陀佛的世界 阿弥陀佛世界那些美好的 那个景 三郎王姐不说了吗 我就用这种方法吧 我不是走了以后 别人通过别人嘴 来信息了 那个说极乐世界怎么好 最终 就是渡生的方法 现在吧 好像 有点 那个 不去 就是 众生 现在 他不应可了 现在呢 佛法是圆形的 圆形在哪呢 就是咱们吧 善巧方便 变换一种办法 来度众生 让众生 惜福口福 也给吧 后世的子孙 就是 让他们吧 不走弯路 所以现在吧 昨天小宋说了 他说 对吧 你吧 就是 那个 怎么给大家调法 我说吧 要是我的本心 我就悄悄地来 悄悄地走 现在不行了 我得完成 弥陀 给我这个使命 那个 就是说的 我一切 都交给 家乡的莲友 为我去办了 我什么也不管了 因为我发迹 我交给阿弥陀佛 我现在 就交给佛菩萨 我现在到我家的 老头什么人 用全交给阿弥陀佛菩萨 我全部完了 我现在我是 我妹不说还哭吗 那个我 那个就是 我还看不得别人给人来 就是现在我心非常平静 我得到了消息之后 我心里头发一点波浪都没有 但是呢 我就 我就是这一点 我已经把这个 表法 这个做圆满 刚才那个 那个 郑江弟弟吧 他不说 他两次 都闻到咸味吗 既然他说了 我就说了 其中的一项 有最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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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展示保密 不是保密 既然没成熟 没到时候 就是我现在说了 有些人又没有怀疑 他虽然拿的 他胡编烂造去 他乱写的 是不是 就是我现在吧 就是展示保密在哪里 我把记子吧 根据佛陀的安排 我都一手一手 完整的记下来 等我往上以后吧 就 大家就公布给大家了 昨天小宋来 录像的 他录了很多 我也说了很多 以后你们才光拍 让你们看嘛 就明白了 所以昨天说的 今天我就不重复了 以后大家都会看到 好 我现在佛友来了说 你一天一天就在那块坐着 你不累吗 我不累 我要累的话 我能老实在这坐着吗 那时候你的屁股不疼吗 我说要疼我能坐住吗 现在吧 佛陀给好多的别友透消息 关于我的事吧 有缘的联友 佛陀都给他们透消息 将来可能从他们的消息当中 也证实这一点 就是说的 现在 就是这个联友透过来的消息 开始吧 开始吧 我没太在意 因为吧 就是我想了 因为我学佛走了好长一段弯路 当我真正的就是 读老法师这个无量寿经 我明理了以后吧 我其他的我全抛弃了 我就是一心跟着老恩师 禁公老师走到底 我就一定是这个净土法门 我修到底了 哪怕别人说的 今天来说的 现在就有一种法门 我现在告诉你 你就能成就 那你去成就就吧 我没有那个根基 我没有那个福分 我现在就是净土法门了 一心灭佛 我这条路 我就坚决走到底了 别人谁也拉不动我了 我现在 就是吧 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心情 现在的心嘛 特别平静 要割网 要割往常 因为我爸就是最爱掉眼泪 心最软 别人一掉眼泪我受不了 现在佛友兰了 掉眼泪 但是现在佛友来掉眼泪 我的境界和以前不一样了 佛友掉眼泪我也吧 掉眼泪 我现在掉眼泪是怎么掉眼泪呢 我是吧 就是众生分别 跟众生分别而分别 跟众生基础而成 但是说我的心非常平静 阿弥陀佛 今天嘛 今天嘛 不难咱们这个 这个 这些人 就是 无量无别的就是 诸佛菩萨都在身边 佛呼打王羽 我来到这个世界吧 我妹妹不老管着我 给我气瘦吗 但是我四岁 我俩都长疮 她长疮比我厉害 她整个这半天兴都是 我只不过是头 就是那个四岁都可 那可软着呢 长疮 能存吧 又没有什么方法治疗 那个 就拽着我妹妹 拽着吧 就是从四岁开始 就处处的 什么都移着她 什么都移着她 哎呀 我觉得妈妈给我 生的小妹妹 我俩是个伴吧 相依为命 就是那种姐妹之情吧 也就是不自觉地有言而生 那天吧 我坐在她的吧 我就打个妄想 我就问佛菩萨 我说的我妹妹 老狗那天上讲 我受她的气 那个 佛菩萨怎么告诉我呢 他说的吧 按照这个士族来讲 弟子归生讲了 胸有地公 就是说的 弟弟应该尊重哥哥 哥哥应该爱护弟弟 这是正常的关系 那我俩正好跌倒了 妹妹管了姐姐 我问佛菩萨就告诉我了 他说的 我说的现在她 这么大的使命在间 他到处说吧 我受她的气 我就担心吧 别误导了 你喜欢重生 说你看她怎么那么邪乎呢 佛菩萨告诉我了 妹天哪 我俩吧 我俩吧 今生今世一奈同好姐妹之情 我俩各有跟这些使命 特殊的姻缘 所以告诉我了 我现在明白了 阿美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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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俩渡生 怎么渡生 他是名的 我是隐的 阿美佛菩萨 去渡生 那个张秋 妹妹吧 那时候 那个 她始终老说我 她说 大姐 那个 那个 你比数人强 你比数人高 她那时候说话吧 她说了 我家大耳旁风 我心思 我这做嘴笨塞的 不会说 不会落的 我说的 我妹妹比我嘴 茶子硬 另外我还不会学话 我换个电话 我都说不清楚 我妹妹自己生当中 她对我 就是非常严厉 多长她都命令事儿了 你瞅瞅 在那个电话里头 那个 连学话也不会学 得了得了 电话呱 家就这样 每次来 都是对我批评 你看那个 从哪的 就是 老板师 把她出名了以后 就走那走的 我俩一年 见了一面两面的 好多的佛友都说 那个 那是 别人不知道消息 所以我当姐姐肯定知道 其实我一点不知道 我还没有联友知道的消息多呢 您问我 我不知道 您不相信 我妹妹在 那个去年上 我们这来 在那道场说的 你们不要去干扰我姐 她吧 不方便 有吧 有吧 有的脸有吧 嗯 就是 不 不 不太理解 那意思是说 那些 这妹妹出名了 姐姐也都大盆断去 我妹妹不见仁 姐姐也不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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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佛友来了 我开不开门 我还着急 所以以后啊 佛友来了 我就说 我说的话 我生来 这一生当中 我没有架子 我不会端架子 就是你看 现在 就是这一茬的 这老大姐 那个就是 就是特别了解我 跟我特别亲戚 这都二三十年的了 现在吧 就是 这个岁数中等一点的 三四十岁的 四五十岁的 他们看见我也特别亲戚 有的都没见面 第一次见面吧 哎 对我就特别亲戚 有的吧 那个 进屋了以后吧 我根本就不认识 也没见过面吧 进屋了 到我跟前 绷着我就哭 说啥 那个大姨 我抱着你 就想哇哇哒哭 同一一子 往生那个 小罗 往生那个小罗 给我三手记子 他那个 后来佛友来说 他说小罗吧 他说了 最后走之前 他都说了 他说对吧 老姨好 大姨更好 我爸那个 就是跟大姨那个感情吧 比跟老姨还亲 他说我总想大姨 后来他可能 病不能动啊 我总想大姨 我这个小隆别基 就是他给我烧过的 给我一手记子吧 大姨是大姨大姨 就是他到家了 西家乡的美景 太美了 那个 完了 你是我的老妈妈 妈妈回家 而亲自去接 就这个也 那个 那个 就是 他的大姨就是这个 一共给我了三手记子 嗯 所以吧 我虽然不会说 完了那个 你笨嘴笨塞的 但是吧 你自己生当中 就有个人缘 你谁见着我吧 都愿意和我接近 你看我还不会说 不会到 最近吧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我从来吧 不会说硬话 对硬个事吧 我不说刺激的话 我也不会说 我也说不出来 最近吧 说了几次 说话说的特别硬 你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我从来吧 就是不接别人的什么 什么例子呢 就是说的 来了以后吧 说的 那个 一个人 他特别会说 另一个人呢 他那个 叫了巴结的 那个 说话贼难听 楚家横丧的 说的 你看我 说那个 话吧 我都留一半 不说 那说的吧 我现在呢 都说吧 愿意 不愿意教我 愿意教那个 楚家横丧那个他 你说 你说 我从来没说过那个话 完了 当时你说 我说个啥 要搁我 我也不教你 我也去教他 当时说的话 也弄了眼睛 完了 事后我就想 今天怎么了 为什么嘛 说这么硬的话 从来没有过 完了 就给我一手祭送 说的吧 就是 就是 喜欢老上人 讲 金刚棒喝 就是说的到时候了 再不用金刚棒喝 不管炭了 那个忠心就是 希望他不能落下 一定要回家 就这个意思 给自己 我明白了 那是 不是说我硬 我说那个硬话 实际吧 就是说的 爱护他 怕他把蜡香 一定要带他回家 就是 因为我曾经 那个 发育院 我说的吧 在我身边的 护法 护法 那时候树如云 不是说了吗 我要是 不把你们带回家 到时候 没法喝 你做慈悟交代 你干嘛 自己回来了 你把他们 都往那边收苦去了 所以吧 我也发个心 我身边的护法 我也一定 都带他们回家 其中有的人 不理解 那意思吧 现在 也有点偏差 现在吧 就是树元市明年 光碟吧 传遍了全世界 现在的注意力 都在树元市上 有点什么事 绝对得相信树元 哎呀 刘老师给我保证 就能解决 我不是说 我说 今天说这个话 机缘时机到了 我该说了 因为我就要回家了 要是如果 这么面对面呢 我没有这个机会 再说了 就是说的 意思就是 怎么说的呢 那 你有啥子 你 那个能带我们回家吗 就当时吧 就这么说了 但是从我 那个 我不那个 怪他 因为他 就是觉悟 还没到那个程度 就是说的 我是心急 我身边的护法 我绝不能吧 让他们掉队 我一定 把他们吧 带回家 跟弥陀祠父 有个交代 但是呢 虚空法界的众生 我一律平等 就是有缘的众生 现在咱们陆续的 成熟的众生 陆续的走太回家 好 好 过去我胆小怕事 有啥事我不敢说 曾经有一手机子吧 告诉我 那个 胆小怕事不仗义 就是佛福尚 太慈悲到几处了 时时刻刻地 都在关注着咱们 都在爱护着咱们 就是说的 时时在提醒咱们 所以 咱们今生吧 一定能互相 就是 弥陀祠父流血泪 金帝长崔盼而归 即生即缘已成熟 同归即乐 把父为 圍在祠父的身旁中 阿弥 我挖锅里头说的 说的 时间太长了 大家说 今天嘛 主要是大家说 我有个体会 早有认识 我想说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刘怡就给咱们 树立这个榜样 什么榜样 修行人或者学会人 如何对待病苦 以前我们 在 生活中修学的路上 也会碰到这样的障碍 那样的病苦 这个时候我们总想找个大德 甚至有时候很多人找刘老师 包括我们也找刘老师 来到刘怡家之后 我看到刘怡 坐在床上的时候 这样的行动是相当不方便的 但是每次来的时候 刘怡都是满面笑 就反复那个双腿都是好人的一样 包括今天刘怡把他小背盖上 意思也就是说 哎 别让佛友看着我按那条腿 我知道刘怡在挪动的时候 早上穿上一个依稀妇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 甚至连他的女儿立军都不知道 照样给女儿 给亲人 给佛友是笑脸 实际上很长时间 我就在想 我们碰到点业障的时候 碰到病苦的时候 总是想 佛祖他给我消脸业 哪大的给我治好 可是我也想过 刘老师 就是工人的大人 可是她的姐姐 也是照样承受这些病苦 也是每天在默默地忍受这些病苦 我听刘老师讲法 在吉林市道场讲法提到 受了 了 很长时间我就琢磨这几个字 当我自己遇到这些病苦的时候 我在对着刘怡 我想 对这两个字 认识得更深刻的一些 受了 凉了 昨天 刘老师还对刘医说 你占了大便宜了 我想 这句话也是对我们 每个修行人说的 我们不能说 遇到业障的时候 碰到病苦的时候 总想败求 还得想败求 我们还得 还得忍受 我们不仅要忍辱 还得忍受 病苦的证 当我们端正这个心态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 向内求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好好修行 好好念佛的时候 我想这就可能说的是 叶小智朗 能够回归我们本有的家园的那一天 就是我在这么一点认识 说法跟别人分享 欢迎佛法 其实刚才王姐说的 有点什么事就来找我来 就是 这样是帮助的 你比如说 所有什么的 有点哪块有点身上 有点病痛 或者有点什么事的时候 来找我来 那个 我吧 实际我没有神通 那个 就是佛的感应 那个 就是 就是 瞬间的 就是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那时候吧 我没有悟性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曾经 怪罪过这些个大圣菩萨 我说你们干嘛呀 老让我这样做 到时候人家说了 那个 有的应有的佛有说了 你别把路走偏了 所以 现在看来吧 那确实是 不是神通 那是佛吧 就是感应我的 让我救度人 到既然成熟了 该怎么救度 就怎么救度 因为吧 我没开悟我不知道 你也要举一个例子 那个 去年我在室里念佛的时候 那是那个 那个 那什么玩意儿 就是不跟家里通宵 也是一个特殊的机缘吧 完了那个 有一天嘛 说可以给挂 家里挂个电话 那个 就是 你说我吧 这三个老大姐挂着呢 都打着呢 给他们撒 首先挂了三个电话 给他们撒 不同的让他们 就是 都是植物 我对那个 因为我失散去 就个农村出来 对那个植物 家里头 那个农作物 就是这是野草 什么野花 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懂 告诉他们撒 不同的三种花吧 让他们去做 那个就是 还告诉 当时还告诉 你们做 是怎么回事 都告诉的 回来我一问 他说 哎呀 效果可好了 我室里 那个 我那个 让我吃苦鸡 吃七天 剁馅包包子 你去 多吃呗 我到现在还经常吃苦鸡 他最不愿吃苦的 所以就给他 我不愿吃苦的 我那个大伏法 对 他是242医院的护士长 那个 那是我的大伏法 跟我 我 是那个平常 不到我跟家 我要有什么事了 他 我也被他挂点 哇啥 保证他就来了 那就是处置跟着我 他的一个二侄女 得的那个病 那是我第一次吧 给人挑病 就来了以后 我说 那个 刘仪 刘仪 我这个身体 我说我就会念 博位不会治病了 我说这医学 虽然我大爷是 宗姨大夫 外科 治嘎的姐子 双成有名的 现在你们这产营 可能是不太知道了 那原来 双成有名的 外科 宗姨大夫 治嘎的姐子 治一个好一个 我大爷那个医德特别高 他不糊弄人 他能给你治 他告诉你保证能治好 他不能治 他就告诉你 我不能治 我大爷走吧 人家头五骑着自行车 八十四岁的老人 农村的道不好走 还出外囤子给人看病 我那个下午回来 那个 你晚上就走了 一点也没找罪 就这么走的 虽然我大爷是带过 我因为市长罪 我就上这边来了 我也对那个 一点也不懂 什么棕草要啥 我都一窍不通 他那侄女就问我 我当时吧 就告诉你这 结构罗草 期间以上的 完了 熬水喝 也不让它熬几天 回去以后 他还侄女 真虔诚啊 您不说 心诚则领啊 置心一处 就是你这种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效果不好 他还倒怀疑的 你胡说八道 哪有提效果 回去的心地特别虔诚 人家那病就好了 好了以后吧 他们童子有啥病 你那个 他不是他那种病 给你这个喝了就好 哎嘿嘿嘿嘿 他跟我说 他说 你看那个小灰 完了你说 他把这几乎扫了 他不管你谁 完了也不管什么病 他就给你喝 一定相信他都喝好了 你看 不可思议 谢谢 你好 感恩祝佛菩萨 光临道场 感恩祝佛 感恩天龙八股龙天虎法善真 祖师大德 光临道场 感恩祝位善知事 光临道场 感恩所有有缘的众生 光临道场 感恩双城的莲友 不负辛苦光临道场 我说两句 我双城的莲友来 他们是小宋 一个电话 立马就来的 那个 疯狂疯狂就来的 他们这个团 就是发心 一切全包赢自己 不用那个 就是付硬核的 那个 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管 这些个朋友 就是不负辛苦 他们八年了吧 对 这个团队 一直坚持到现在 就是为阿弥陀佛 做义工 做后续的工作 让后辈之人 都能够把少受挫折 离苦得乐 实际他们也是无良苦的呀 阿弥陀佛 今天就是谢谢家乡的莲友 不负辛苦 来赶到这里头 我还让你说 站了好几个小时了 大家辛苦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到这个道场 都是有缘人 今天就是说 跟我这个 双程的联友见面 大家也光洁法园了 将来大家 共会极乐世界 也感恩 最后感恩 两位 录像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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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了 大家休息吧 这么多老人 还有双程联友 到这儿没有休息 一直站到现在 我有点一心不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神既来 来之既战 战之既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神既来 来之既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那个老姑娘 她晚上 习在世界的时候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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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一手记子 她说 妈妈 现在我随时随地吧 都在您的身边 我随时随地吧 都没离开家园 她说 只不过是你们 现在唯次空间不通 你们看不下儿戏 她说 现在家中的事 我都一目了眼 她说 极乐世界那个美 就是美不胜手 就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到时候她说 妈妈 你要回家来 你就知道了 哎呀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你看我跟李俊 我俩吧 心里一种 心里没有一点对相干 嗯 我俩儿一天心里可平静了 我俩一天说说笑笑的 我老姑娘属猴的 就猴顽皮啊 有时候啊 回来 为了安慰妈妈 说几句 几句小皮的话 哎 逗得你可开心了呢 我俩现在吧 就这样生活 一天感觉非常快乐 嗯 一点没有那忧愁啊 苦恼啊 没有那种感觉 我一小爱哭 我现在不哭了 哈哈哈哈 现在就是乐了 现在遇着什么事情吧 我没有眼泪了 我掉不下来了 我有时候就奇怪 哎 这个想掉点眼泪 掉不下来 哎 我自己本身有奇怪 现在怎么着玩 就是乐 就是高兴 现在180度的大拙 我说 可能是苏妍老夫 我哭哭吧 我这回我笑了 你看着 对苏妍储俊 我的态度是全力一副 我怎么支持他 我在家里念佛 我就是全力一副支持他 对 对 你看他走啥的 我不惦着 他是在做伟大的事业 做佛的事业 至高无上的事业 所以吧 我就是一点也不惦着他 我把姐妹私情吧 抛到九星云外 就笑云外去了 哈哈哈哈 我俩先生 是同好姊妹 我俩过去生中 我现在知道 吃点小的 我说你们 我们本是都是极乐人 现在知道的 就是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来救苦去那儿来了 只不过他分工不同 形式不同 我妹妹是那种渡人 我呢 是这种渡人 就是平平反反的 不知不觉的 今天不说了一句吗 他是明着的 我是呢 他是险 我是隐 他是明着的 我是暗着的 就是说的 不知不觉的 但实际就在渡人 因为原来我也不知道 我还寻找 哎呀 我这一生当中 为什么这么柔弱 就是我慈悲心特重 嗯 树爷那些我们仨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对牵手牵眼观神经菩萨 就是原最深 嗯 原最深 嗯 我们仨在树云里面 再透亮小熊 哈哈 你们今天都在这吃小蛋嘛 今天吃小熊 嗯 嗯 在树云的时候 告诉我们仨 各有 各有各的使命 我们仨是 天理银 阿弥陀佛 嗯 愿不你那小女儿 这么聪明 这么有智慧 现在她的工作 现在她的工作 已经启动了 她走着撂着都人 嗯 那个高僧王姐 嗯 她的那个感情特强 嗯 而且不止一个人说 就是说得跟着她老姨 嗯 那个今天发言的寿王姐 嗯 那个高柳 嗯 那天李军也说 哎呀 最好我和妈妈一同往生 我妈 也没有女 五千五卦的 我跟妈妈一同往生 她那个王姨坐在家 她顺口就输了 你才往生不了 你有任务 你有任务 你还得护着你老姨 你老姨 现在身边都需要 你这样 你这样 你亲手理解的 啊 我想要是有任务吧 那就走不好 那因为有兽啊 不要舍 舍给众生 嗯 嗯 嗯 这就是你的聪明 你的智慧 为了众生 怎么都行 为了个人的话 那还是找到几个世界为好 嗯 她现在就是把我放下 嗯 把我放下 放下我 第一步放下我 第二步走 就比较容易 我是最难放下的 不知不觉的吧 嗯 这个 这个我就起来了 还是 我 还把她当作我 我怎么怎么的 嗯 现在的话就是 人生最大的困惑 是什么 自私 自立 最大的困惑在这 如果能把这自私自立 这个问题 也解决 下边那个什么 五月六成呢 她跟十万呢 自然的吧 就都给你解开了 自私自立是根吗 对 把这个根拔掉了 嗯 那个烧都好吧 嗯 那就好解决了 嗯 现在吧 南京门在这儿了 因为吧 就是现在 嗯 我们工厂吧 就是 我没退休之前 那个大横幅标语 工房里头 天旁那个横幅标语 嗯 写的地方 嗯 为钱 不为钱 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的 我们为了前进那个动力 那个钱 嗯 不要为金钱这个钱 嗯 现在正好点个儿了 倒个儿了 呵呵 现在是为金钱 你要知道啊 那钱咋些 真理钱 金字 那边两个格子 那两个格子 那两个格子是两把刀啊 那个说也不说了吗 那两把刀 把你命来削啊 呵呵 呵呵 嗯 你要能看破的 你把那个墙推倒 能够围着四肚墙吗 嗯 说的 你把这个墙推倒 你就自由了 就自由了 对 你就全明了了 对 对 现在就是这四肚墙很难推 嗯 嗯 彩色明帝 这四肚墙 时时都在围着你 那个家是什么家啊 那个家字真比起的家 上边宝字盖 底下不是那个猪羊牛那个猪旁边吗 这家这个像全幼稚的 这边搞个褶子不念猪羊那个猪吗 它添上宝字盖什么意思呢 它是咱们这个家上 猪被捐到倦里头的 咱个妈还当好事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国字是智慧的 咱们这个老祖宗 这老祖宗 真聪明 这有智慧 所以吧 就是这个都拿这个 哎呀这是我的家呀 这是他的家 那哪是家呀 现在咱们修过热报 冲破那个家 昨天那个老头过来 我跟老头说 我说的那个 嗯 我跟你说件事儿 我说你是 嗯 你是老婆婆啊 今天来度我呀 来度我呀 来度我灰激乐 我说的感恩你啊 那个 我说的 嗯 咱们 最后生生 这个夫妻园 永断了 这个缘彻底的断 掐断了 没有了 我说的 以后的缘分 生上的事是 咱们吧 是道友 我说那缘多殊胜呢 先走吧 那句声 我又说了一遍 我说老头 你听明白没有 嗯 听明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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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夫妻是啥 過去咱们老人不说了吗 夫妻是冤娘 儿女是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发学过 咱知道那四种缘了 是不是啊 谁是谁的儿 谁是谁的女啊 那个两眼一臂 这口气一段呢 三分气一段呢 改头换面呢 父女 父子见面都不认识了 况且还见不了面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看老人家笑 咱们就想笑 嗯 嗯 我听小圣鼠了 你们年纪轻轻的 自己都能 认识到这一点 这一点有高度的警惕 哈哈 嘱咐嘱咐他们年轻的 这是一个 万能眼味手 百善笑为贤 就是说 现在咱明白了 就是说 笑到 做这些 那个眼字啊 可千万不能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定啊 就把 把它吧 那个 踢得很远回来 现在呀 大姐呀 你看他们都年轻轻的 三十多岁呀 都是夫妻共修啊 上午我跟大姐说了 说了呢 很了不起 真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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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她 多少夫妻啊 就为了学活吧 认识不到这一点 有的是女的 认识不到 有的是男的 认识不到 多少吧 闹离婚的 是 嗯 多少闹离婚的 其实吧 他们不知道英国 今天 爸爸 哎呀 说那姑娘最好看 你是姑娘 哈哈 哈哈 不是姑娘 不是姑娘 是姑娘 我姥姥非常坚强 我姥姥是回家乡的 但是从严世间来讲 必定年龄 她不是那么大 而且突然走的 在这个严世间 好像有点成熟不了 我姥姥就是 顽强地挺下来 在我面前 我没看她掉一点眼泪 她就跟我说 妈妈眼睹到个好地方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 而且休息了一个礼拜 就开始上班 那还是她老一样的休息的 始终上班就早班 上午班下午班 我不一会儿 她那个活最多的时候 三四点钟就得去 干不过来 她那三班 要不然下班又挤上了 晚上夜班 那天 这我来了以后 那个活还都是 基本上少得多得多了 我来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三点多钟 才回来 那小姑已经走了 又给我急的 你姑娘说了 你姑娘说了 我值得呀 我送走了两尊佛 我成了两尊佛 丈夫成佛了 现在妈妈就讲 又成佛了 所以我已经护持两尊佛了 她现在也发愿了 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有一个岁数越了大的老婆 知道吧 她呢 现在吧 就是准备 准备买 准备这个 准备那个 她姑娘儿子吧 还特反感 说的话 你说你一天没啥事 你就胡闹 她现在买东西 你还不敢向儿子 姑娘看着 她东西西藏 你说你藏完了 你说你要真走的话 你姑娘儿子还不知道 你都藏哪儿去 所以什么叫道 咱们就是学佛 佛就是道 大道自言 自言是道 平常心是道 所以什么你顺基自言 你就没有灾难 你违犯了自言规律 灾祸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 心死了死了 一死了 一了白了 死了啥 没有了 死了 老法师可不得了 真是可不得了 现在她学佛 知道这个因果观 但是你知道 他那眼以后 你知道那眼 你要解决 这个果可容易了 哎 你就是 你伤害了你 无形的众生 比咱们这个 这个简科姑的众生好度 你跟她说 她明理 她马上就撤了 就走了 而且有的明理念佛了以后 马上就 马上就佛佛了 就接走回其他世界 因为她是无形的 没有这个简科姑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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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苦啊,太苦太足了 咱们都尝到那个苦的滋味了 现在家家都不平静 人心都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苦恼 咱们今生今世要最后一次生身 永远不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了 咱们回到极乐世界将来再来 不是这个神,咱们是冲愿再来 咱们是菩萨神 咱们可以分身无数 自由自在地,遥游虚空法界 度一切有缘的众生 都早日成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时候宇宙和谐,天下太平 愿免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 阿弥陀佛 我的家乡老乡亲来好久了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为我虽然四年回乡 我是五四年吧 上就是家搬到这里 父亲参加了工作 完了随父亲过 搬到家搬到这边来的 到现在吧,一直没有回家乡 毕业以后,中学毕业以后 我是初中毕业 毕业以后吧,就进了工厂 所以吧,就是这几十年当中吧 时时地想念故乡思念故乡 今天这么多的亲人来到身旁 我用语言难以表达 我感恩亲人对我的关爱 我感恩亲人 我感恩亲人 教教,咱们老父互进来 也是教我能够吧 成长 因为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诲 实际吧,也是咱们双成老人他的德性 所以我今天能够 到現在這個地步 我感恩家鄉 感恩所有關愛我的家鄉也感恩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大家辛苦 因為第一批來的家鄉七年 來到這塊 一天沒吃飯 來到這塊 站了一下五四個多小時 我感到有點餘心不癮 這個我的家鄉 當時我這家鄉的親人也感到了驕傲 我的故鄉人才被處 處處吧 給眾生做了一個好保養 所以我高興 我祝福我的家鄉的所有親人 今生都能夠回極樂世界 永託六道輪迴之苦 然後頓老慈父學好了真本引領 道駕此行 再道虛空岔土 度話有緣的眾生 早日成就 謝謝大家的光臨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雙城 雙城堡出的人物 都不簡單 現在這個學伯 咱們從今天 昨天到今天 前天到今天 我們雙城堡的老鄉 都是夫妻雙修 我為雙眼交 阿彌陀佛 我為雙城堡 他也是雙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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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多大 各位都是雙城堡 各位都是雙城堡 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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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千萬謝只有一句話 我們往生西方極樂 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我在報佛的恩 報父母的恩 報師壤的恩 報眾生的恩 我更要報雙城相親的恩 阿彌陀佛 大家休息休息 晚了電腹 什麼樣子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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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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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开机我喝汤 行行行行 你就会知道 没开机 你该到呢开机了 那你们在海底下就知道了 都没开机 我感恩生我养我的黑土地 我感恩勤劳普世的故乡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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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表演什么节目啊 老夫的 表演我的病苦 阿弥陀佛 表演你 表演你 你要怎么表演 需要我们谁配合 我自己表演 要独演 演独角戏 演独角戏 好 因为我这第一波 第二波 基本上我的情况吧 他们都听到了 我这波老先生没听到 对 给表演 你把这波补上 我妈就是 现在大家看我出的 笑呵呵的 我主要想讲什么呢 讲关于病苦 我这个腿吧 结枝了 因什么原因结枝 当时告诉我的是骨癌 我老姑娘我吓得 就说妈呀 这怎么办 那个当时的那个 门诊的大夫说 马上上院 找骨科的主任 马上住院 结枝 完了 我老姑娘出来了 从门诊出来了 妈呀怎么办 我说咱们回家 咱们自己不能治 不要害怕 那时候行动就不怎么方便 就开始吧 越来越严重了 我从来不跟孩子说 因为孩子在生产岗位上嘛 生产嘛都非常的劳累 工作担子都挺重的 我从来不敢跟他们说 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我自己发心 就是虽然是癌症 就是说我发心 我不做手术 我爸现在学佛了 我不再伤害这些 这些苦难的众生 他们虽然现在在我身上 让我受痛苦 我往生往世 我爸伤害了他们 他们现在不明理吧 他们现在呢 使我身体受痛苦了嘛 那么我现在学佛了 我懂得这个因果的道理了 我向他们赔礼套歉 我现在唯一解救的办法 就是说的我一心念佛 今生必定成佛 等我成佛以后 我要先成佛 我回来再度他们 我那希望他们先成佛 在我的心目当中 因为当时韩嘛 对佛法嘛 他们一天就是上班下班 那个对我嘛 学佛 他们那时候嘛 就是硬是比较肤浅 所以我也不和他们说什么 我在心里头跟这些个 有缘的众生 这些大善谱子们沟通 我说对吧 我发心 我再也不伤害你们了 我坚决不做手术 你们如果是 要是你们想不通的话 我说今生今世 我一句对不起 可能你们吧 不能理解我 你们也不能原谅我 那就是你们怎么办 我就随着你们 如果是你们要我的命 我就还命 那就随你们吧 所以嘛就是说的 病发展就比较严重 我坚持了六年 最后到什么程度 这个腿二持二的绵裤 棉裤 棉裤腿 那像青年 那个年轻的女孩子 那个姑娘 她可能棉裤腰 可能二持二这啥也就够用了吧 我二持二的裤腿吧 而且那个布是带弹的 穿上以后 固的等等的 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硬包 等等的 就像石头似的 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是前面又出了三个远包 就大中小三个 像个撒太队似的 在这个骨头的前面 最后吧就是这个指甲都黑了 最后我疼呢 我能忍受住 疼 我给他们念佛 回向给他们 但是我能忍受住 一般海症 尤其是古外 特疼啊 忍受不了啊 后来他们如果联系疼吧 我就说 反正这个奖车交给你们了 你折腾去呗 疼也不 我也不疼 你们疼也不疼 我不疼 你那么疼呗 所以就是坚持了六年 为什么又做了手术呢 就是说的 后来就是疼得睡觉半夜 突然的疼就做起来 因为冬天呢 就那么反复的折腾 大约能有一个月左右吧 这家里就粉甜了 那不行 这个老头儿子姑娘 这个媳妇都发话了 尤其是儿媳妇 我就一个儿子 所以这个儿媳妇发话 说妈这样不行啊 疼也把你疼死了 你说不行 这回吧 我就找一人给你去看吧 上市里找个综艺大夫 人家一看片子 您说的话 现在综艺吧 已经就是治不了了 说的你找医院吧 唯一的希望就是做手术 她到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说的这个 照着片子不合格 还得重新拍片子 她又回来了 回来了吧 妈怎么上医院 我说上医院干啥呀 上医院去拍片子去 我说对吧 我上医院都困难我 我上医院去拍啥片子 不行 这回吧 我就做完股 完了就把车给我拉到二四二月 到二四二月 完了那一次光石 这个人 就是处处的吧 都给你开绿灯 到那去我儿姑娘说的 给我妈这个腿吧 因为整个的夏至 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孩子吧 就是不知道 上面这半截有没有什么变化 说对吧 给我妈这回排片子吧 排整个的腿吧 人家艾斯光石人大师说的 那个 不要排整个的 你排这一条腿吧 就得一千多块钱 她说对吧 你上楼 上楼招可带回去 完了你让骨科大夫给你开个脚 让她看看实际情况 给你开个脚 到骨科大夫吧 你骨科大夫说的 现在这腿已经不行了 就是那个 你要是刮骨吧 咋不过就是刮骨疗功啊 刮骨头最后就剩一个单骨头 那个不两个骨头 就剩一个单骨头 那就没啥意义了 你看胆子当当当的 还不如吧 就是解下去 后来那个 哎呀这个吧都是 就是 血儿 驯雷 骨疾眼耳 这速度相当快了 那是4月30号 然后是去看的 说你要住院吧回家 你想好了住院过完五一来 你要是不过啥 你就别来了 5月4号 对 5月4号 就是孩子就被我送医院去了 5月7号就做手术 那个手术 手术日吧 不是那个手术 那个天没有手术日 人家大夫就决定给我做手术 手术前后吧 非常的顺利 一点也没遭罪 从那个就是打麻药 到切牌 完了是最后缝合 回来 送到病床上 人家说第一宿最早醉 麻药劲过了以后 就是第一宿疼的都受不了 我根本就没疼 到那儿去干啥去了 到那儿我根本就不会说什么 到那儿吧 去给你讲说话 好好吃 如果没有这个臀手术 我也不能算医院了 到那儿去了以后 那个大夫给我做手术 那大夫她是肝癌 她刚做完三个月的手术 她第一天上班 完了就接着我这个手术 完了给 那大夫她情绪非常低多 他们现在吧 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啥的 对佛法呢 发现也有点耳闻吧 也有点印象 具体的不知道什么事 她说那儿 伤病时去了 那个老太太她 她跟我叫阿姨 叫姨姨 当时我非常吃惊 我活这么大年了 没有吧 医院大夫吧 管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叫姨姨不应该 第一次我没反应 第二次她又叫我 站在我那个床 那块旁边 她说我就是你这主导大夫 我说好好 我说这欢迎你 辛苦了 受累了 她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那个蟹额和蟹腿 我都蟹无数了 现在我问你 这是不是傻人 我吧 看多数 我看的也少 我也不明什么理 我就给她举一个例子 我说的那个一片青草地 那个 你要入我 也必须得过这青草地 从那个面 坐到对面 假入山上 那这个没有道路 你必须得打着过 那你就不换 傻业 因为你踩小草 那也是 你踩小草 小草也难受 是吧 假如的就是周围有路 但是很远很远 你必须得要远 可是吧 你不去要远走那个小路 你可青草地踏过去 我说那你都是傻人 我爸就不知道他为什么 逃到过去就给你说了 他说我现在闹心 我说你为啥闹心呢 他说的 哎呀好嘞 他说的这个这么大 也是不错 他说的现在糖多大处 因为那个他的主任吧 骨科主任不做 他说的那个 要我做那不做损吗 哦 他说那你让我做 我不也做损了 但是我降不过这个科主任呢 所以死力相闪的 这个火他就得接 我说他爸 我保证吧 全力以赴的配合你 他说我看你这老太太吧 特殊 我说我怎么特殊 他说你看 这么大的年龄 那年我六十八岁 这么大的年龄 完了这个病这么重 而且吧 要做手术 做这么大的手术 你说你坐到那床上吧 你乐乐呵呵的 你跟大家谈笑风生 你怎么一点压力没有 你说你也不那个 那个心 那个 那什么 我这一块儿难受 我说你变大手变难受 我保证吧 配合好你 我说他爸 嗯 一定吧 就是让你顺顺利利 把这手术做下来 他说的我现在吧 就是闹心 我说的我教你个办法 他说也叫 我说教你一招 教什么一招 我说当你做手术的时候吧 你心里就念阿弥陀佛 我说你什么也别想 保证的话 你心也平静了 手术能死你下来 这个腿当时 应该是一个小时的手术 他做了三个小时 为什么 他说年龄大了 做得可惜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这个手术 他们说应该全嘛 实际嘛 我不懂 也打到后边的脊柱骨里头去呢 因为我那个其他腿都没嘛 我就这个腿嘛 其他都没嘛 做手术我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在手术台上吧 滔滔不绝给你讲 手术了以后 恢复阶段 都相当顺利 就是回来的时候吧 发着高烧回来的 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 我说的吧 这医院也治不了我的 硬了 我说的 我回家自己吧 去养去 自己吧 去治去 然后我说出院吧 但我不要出院 因为他们有责任呢 正在发高烧出院 我说我给你写一个 给你写一个保证 我说出任何问题 我自己负责 不用你们医院太多 任何人负责 绝不给你们找麻烦 就这样写一个保证书 我说出院 出院回来以后 他字字眼眼就不发伤了 我说你 读完了 那里的众生吧 完成任务了 我该回家 我说出院了 那里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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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阿弥陀佛 那里的众生 那里的众生 就摆在我那病史的床台上 最后我爸是一个房间 我妹妹说的吧 姐妹这么大年龄了 咱们爸 因为我 印度在床上 我那个大小病变不出来 肚子都憋得像鼓似的 就是变不出来 后来我妹妹说 咱们抱一个单独房间 就是费用高点高点 那个不有那座便吗 就是我住了几个房间 一个护理床 一个我住的床 护士大夫把查完房了 放完他们的业务了吧 全都跑我那屋去了 围一一圈 我还说 那不计量 出不上号他们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妈都愿意上你这屋听着歌 事后我才明白了 哎呀到医院区有任务 就是这个病苦 我回来 我就给 就是捕着拐 恢复了 刀口长好了 我爸就是正常做家务 因为媳妇爸他是生产工人 劳动强度非常大 而且吧 我们的孙子吧 正在念中学 还得管孩子 还得管家务 所以呢 我爸就是正常的 还做我的家庭主妇的事业 我煮着拐 我担腿跳 我给他们洗衣做饭 坚持了两年 最后吧 就是 我们煮拐不行了 站不住了 完了我猜吧 喜子 算了吧 你们自己做吧 我做不了 到此为止吧 这个两年 这两年 这两年 来这快两年了 那个老姑娘老姑娘 就是一个特殊的园 因为我发心嘛 我舍弃小家为大家 舍掉小我为大我 舍掉大我为无我 我发心呢 我这个身体就调给阿弥陀佛了 这个甲壳吧 就给阿弥陀佛了 你随便用吧 所以我发了这些以后 就是 偶然的机会 这个房子 就是那个 房部搬走了 我那几个孩子说的 那个姑娘 姑娘说的 要实施这个机会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那租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是底楼 我家是五楼 上下楼 行动相当不方便 种种的姻缘吧 佛菩萨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你说我这两年吧 我可受益匪浅 这两年我能安安静静地 坐在这个床上 早上把那个影跌一打 第一个见到的华藏三圣 老法师奖劫后面那个三圣 第二个一打开以后 那个老法师出现了 所以我天天清静 我不是 天天清静 就空了而失 哎呀 就这两年我觉得 就是我不断地向上提升 我虽然不会说 不会讲 现在就 因为我老公就说 妈呀 佛友来了 你说的吧 哎呀 你这就是手不足蹈 没这一次我讲也没完 就是 那个 就是 老杨 他笑心怕我累了 妈妈现在你做过这样 不能下地活动 我说的吧 不累 要累的话 我能讲吗 所以说有一来吧 我不知道 啊 那么多的话 我这个人不会讲话 还不会出事 就接个电话 都说不明白 我大脑吧 一片空白 什么事吧 就是不会分析 就这么一个人物 前两天那个 丁一批 咱们老乡男孩吧 我说 我说对吧 嗯 我吧 就是个傻人 往来那个 可是我傻人有傻乎 我现在因为这个傻 我占了大便宜了 今仅仅是我能回家 面色尤兰 天 вик鈺 现在孩子都是自自然然的 用勇续的在 daw epoxy 帮福门里寄 曾经 这个老姑娘吧 、「微腻 渽 迹籽 迹籽 疲寿 ?" 都是他自己进来的 刚开始学活的时候走个屋区 盼望自己家已经快快都进来 所以我为什么为咱们老乡教 在我们哈尔滨妈 我没听说 反正我活动范围也小 我一般不出去 我回来到处走去 一天就是闷在家里 我们的楼上 原来我那个儿子我家五楼 我从他搬去吧 我轻易不下楼 除非整球材什么的 我下去回着 那时候身体好的时候 能走的时候 我下去买菜 这是我下楼活动的 不言的话吧 我自己就在屋里头 我就纳闷 人家买天打外的 一方一方的吧 你说人家的日子也过得挺好 你说我一天在屋里 没求没求的话 一天赶紧了之后 还挺忙碌 我们那楼吧 给我起个名叫啥 那秀底不下楼 所以这么多年来 遇到了净土坊 也走了很多的玩物 道路是曲折的 也是齐曲的 那时候我不懂啊 所以走了很多的玩物 但是最后吧 我真正找到了回家的路 还有旅着这条道 直接走下去 永远不放 只有坚持 一条路走到底 最后才能成就 我妹妹是无量寿静阿弥陀佛 我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 就是因为姻缘不同 家庭的条件不同 我们家庭条件比 环境比较好宽敞 就老两口好几个屋 所以杜经阿弥陀佛 它都忽不影响 我家那屋子小十四米的 因为儿孙子还在我那屋部 所以吧就是 我和无量寿静 是度了几次吧 我跟我妹妹那两次去五个月 一次去五个月 我去了两次 我待十五个月 这十个月当中 在我妹妹家 那她把早上拜佛 读经 我把这五年 我就度五两十四米 那是就是每天我都读经 回来以后 就不行 我就不够了 我就是依据阿弥陀佛念叨礼 我为什么还依据阿弥陀佛念叨礼 因为我从小懂事的时候 我妈就说 观音菩萨的 阿弥陀佛 深深地把给我扎下的这个善根 这个金刚种子 给就是说的 所以吧就是 当我学佛了以后 我就依据阿弥陀佛念叨礼 度几次是为了名礼 能辞就是那个 能辞不是这么老阿公老阿婆 你告诉念无量寿静 尤其是 地仙堂法师那个徒弟过路匠 那你是不是刚刚的就是念阿弥陀佛 你累了你就休息 你那个休息好了 你再继续累 再继续地念 那你看一战争往生的 我刚才不知道战争往生的 他的那个级别 战争往生是 礼仪心不烂 他是最高的层次 在净土 他是礼仪心不烂 事意心不烂 礼仪心不烂 他是礼仪心不烂 我最近听到法师讲 那个爹我才迟到 啊 那个站着 还有这个说法 那就是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其实这里头吧 都有 它都有一定的繁美在 我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因我傻吧 我占大便宜了 我四个字 你看 我就成了 我身体上的病苦 我从来不管他讲 因为现在 嗯 女婿已经走了八个月 就剩我们娘俩了 完了孩子还三班倒 所以我爸从不给孩子提麻烦 老家怎么 妈妈你身体怎么样 我说挺好 最近怎么发现呢 最近吧 嗯 体能下劲 越来吧 越明显 刚开始的时候 就从我坐这个位置 嗯 晚上 从我坐这个位置 挪到那个床 往那下边就是那个 嗯 坐着架 挪到那以后 然后 误位 脱衣服 就这么简单 几个动作吧 我得一个多小时 开始吧 我老公也不知道 后来吧 早晨 她过来 那什么玩意儿 妈妈速度这么慢 后来两个小时 尾这尾 往前尾 身上啊 我自己知道 体能下降 你就是这个后座子没有劲儿 你那个 现在你看这个手啊 就是按的 按到这床 现在吧 都成奖了 这个手这么按的 把这个手抓着 按前尾 现在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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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完蛋了